不行了 不行了 姑娘 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 要不要帮你交救护车呀 你流血了 水清检查了吧 准备收水 是AB型RH型型型 那跟您家说联系了没有 患者失去过多会很危险的 马上去手术房 是啊 喂 你好 哪位 喂 你好 薛珍珊小姐现在在我们医院住院 在什么地方 真是急死人了 你说我可干嘛非得让你来接我呀 我自个儿开车去说服店都到了呢 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是赶不得 你也不好好想想 你自己也是熟猫血 万一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可是这是人命观念的大事嘛 现许可是慢不得的 哎呀 我的风大小姐 哎呀 我的风大小姐 你就安静一下 让我专心开车行不行 哎 风月 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个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血型互动会 我想国内也是应该有的 你赶紧上网查一下 看国内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发文求救 好 喂 喂 周小薇吗 我是风大 哥 学生了 在手术吗 刚进去 薛小姐是因为子宫膝肉破裂大量出血 只要开刀把膝肉取出就没有大碍 不过因为薛小姐的血型特别 之前有大量出血 这才是目前最大的风险 哎呀 不要多说了 我去抽血 好 好 那我今天就准备了 老板 周小薇来了 多谢你愿意过来帮忙 老板 要我先说明我这次的条件吗 你说 是 是 请跟着护士总 请跟我来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没事 就算是大家的人 bound 收拾 小薇 你怎么来了 大老板给我打的电话 那我先替珊珊谢谢你啊 那就麻烦你了 鸭手 来 来 来 珊珊怎么样了 她和珊珊的麻药还在腿 刚刚迷迷糊糊地醒来 现在又睡着了 不过手术很顺利 那就好 幸好珊珊把挂牌带在身上 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谢谢你啊 风腾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你跟珊珊珊妈说了吗 还没呢 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我建议不要说 不要让他们担心 你们放心好了 珊珊会接受到最好的质量 那样也好 要不然 金总他们老人家就像上次一样 一票人来上海 反而会影响珊珊的休息 这样吧 我下班以后就来照顾珊珊 那行 反正我在哪儿都能写稿 那白天我来陪她 我可以有个不情之情吧 你们可以随时来看她 但是我想亲自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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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我 一只 这是什么 我会不仅请的 什么 我都不想送她 我都不需要 我都不愿意 我都不愿意 你会在哪儿呢 但是我不想让你不开心 直到我把历史当成家人一样 我不想去躲着她 我也不想伤害她 但是却伤害到你 你知道我喜欢的是简单 干净的薛珊珊 我一直想要把你保护得好好的 但是我身边取了那么多的纷纷扰扰 我却没有给你保护自己的能力 这也是我的不对 看来这段时间 你还想了很多 我想了很多我们之间的问题 莎莎 如果我们要在一起交往共同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还想跟我继续走下去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 你还是要跟我分手的话 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点 就在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保护你的人之前 把这个仪式待在身上 让她去守护你 把这个仪式待在身上 让她去守护你 怎么办 我希望回到老家 好 我帮你安排 再说一会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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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会儿吧